人世間真的有這個飯店啊 真的有 在香港 我等一下告訴你叫什麼名字 好 問一下慶慶 你有同樣的招讓你很生氣嗎 像我剛剛其實羅姐有講到 放煙火其實每個女孩子都會很喜歡 可是我遇到的這個真的是特例 如果你是真心誠意 真的就算了 有一個男生呢 他就是為了要跟我告白 然後在那個台南的那個黃昏海岸 放風泡嘛 對不對 沒有 炸喊男爺啦 把你打喊男爺炸啦 衝天泡 你覺得親親的長相就是放風泡的長相 很值得慶祝 好 煙火 對 他放煙火 然後就是為了要告白這樣子 那其實剛開始我有點感動 可是我覺得我需要想一想 所以也不知道是我這個想是不是太久 反正下一週呢 剛好我們有共同朋友 另外一個女孩子 他就約我說 我跟你講你今天跟我一起去台南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本身是高雄人嘛 所以對我來說去台南就是 特立 除非有什麼特別需要我才會去 好 OK 他約我我跟他去了 去了之後 同樣的地點 黃金海岸 同樣的煙火 我替他開心 出來的人 我嚇傻了 這不是那個跟我告白的男生嗎 一模一樣 對啊 這太過分了 這太過分了 這太不OK了 對啦 你太過分了 太不OK了 不對不對不對 我們不會講 不接受 怎麼是你嚇傻了 應該他嚇傻了啊 不是 我跟妳講 那女的不知道啊 我跟妳講 沒有 應該是那個男的啊 對 男的應該會嚇壞 對啊 可是那個男生 真的很老心宅宅 我真的懷疑 他是不是跟鋼鐵人 買版權去勾他的鼻 因為他真的完全一點反應都沒有 結果 喔 好 就這樣 然後我就會想說 那你當作追求我什麼意思 才三個禮拜 你考慮了一個禮拜啊 考慮有點久 對啊 考慮太久了 一個禮拜算久吧 真的哪有久 考慮一拜考慮考慮多久 對啊 不然要考慮多久 可以給我們一個期限嗎 可是我覺得一個禮拜不算久 沒有啊 女孩子考慮的時段 不一定是說有多久 有的時候考慮兩天就想清楚了 對 有的時候考慮一天就想清楚了 其實那都是沒有想清楚 就去了 就是因為 就好像買一件衣服 有的時候 欸 我要買這件衣服 然後逛一圈回來 這件衣服還好不買了 對 尤其你又是製造驚喜 其實是最shock的時候 你當然需要思考啊 原來慶慶的這個故事的重點在於 主要是 做了蠢事 壞事 還面不改色的人 就是跟鋼鐵人買版權 他的臉上 他的臉跟鋼鐵人買版權 然後他的臉是有買版權的 後來我就趕快跟我那女生朋友講說 他上個禮拜也做同樣的招數 可是我覺得 沒關係啦 你就好好觀察觀察 也許就是男生 可能真的覺得 一定要用同樣的方法 他才能獲得安心吧 可是我覺得他後來對我的那個態度 讓我不是很滿意 所以我跟你分享一下 你好好想一想 那小儀呢 聽說是開挖土機喔 對 因為我有一個男朋友 他是因為開挖土機 然後我覺得他很特別 然後那時候他跟我講說 就是他的那個代步工具啊 就是 是貨車 然後因為他開挖土機 常常都會把自己曬得無其麻黑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那時候就跟我說 因為他開挖土機的關係 所以他都交不到女朋友 然後而且他又開貨車是代步 所以根本就沒有女生會喜歡他 然後之後 被我發現他就是跟別的女生 就是搞曖昧透赤的時候 他還是用這一招跟別的女生說 然後到最後那個女生跟他在一起 他並沒有開貨車載那個女生 但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他是用貨車載我 他把你當貨物 不是 因為那時候我只覺得 貨車沒有什麼不好 對 我覺得貨車其實沒有不好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台車就對了 對 我們剛剛講還有慣性跟惰性 就是交往之後的生活 就變成一成不變 對 對不對 就剛剛那是告白之前 還有很多招 那一旦告白成功 然後固定交往之後 就什麼招都沒有了 好像會有一點這樣 哈孝遠 請出戀 接下來我們即將進入第二回合 熱戀起後 愛情生活 是否從此一成不變呢 我對你的喜好這麼熟悉 還嫌我不用心嗎 愛情學保堅持人 熱戀過了以後 這些死男人 懶得要死 害我們的愛情好冷喔 之前因為我女朋友 她很喜歡 Hello Kitty的一些周邊商品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 因為一年之中 只要太多節日要送禮物了 那我通常可能情人節 我會送比較貴重一點的東西 那到了聖誕節 我就會送她 比如說可能比較有創意 比較可愛 但是價錢沒那麼高的 所以呢後來 第一年我就送她 Hello Kitty的還蠻多東西 比如說很大的玩偶啊 然後也是保溫壺 但保溫壺不是那個 不是保溫壺公司 怎麼又是保溫壺啊 保溫壺不是保溫公司集來的 那都是買來的 然後很貴 不要講得好像我真的是用擠的 對 然後 因為那個剛好 我每一次買Hello Kitty的那一家店 就剛好在我一個朋友 開了韓式料理附近 所以我都會把車停到她門口 然後說我去買個東西這樣 然後第一年買 然後我裡面很開心拿到 結果第二年呢 我買了一套 不是一套 一個大概 蠻單人 Hello Kitty 單人的沙發 很可愛喔 還真是皮的 然後整隻是Hello Kitty的 然後也送給我女朋友 然後結果 我用車去停到 我那個朋友的店門口 然後我朋友就說 去年也是這個時間 今年也是這個時間 你怎麼每年都來買這個 然後我自己也忘了 但是我 我的主要的心態 我是想說 因為我女朋友喜歡嘛 那我就送她這個東西 結果後來 就給了我女朋友 就拿給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也很開心 很大一個 她就很開心 猜猜猜猜 哇 又是Hello Kitty啊 就很無奈的那種臉 你知道嗎 我覺得 到底是什麼意思 結果她後來才跟我講說 其實她喜歡Hello Kitty 可是她不希望 我永遠都送她一樣的東西 真的沒有用心 她覺得我沒有用心 但是沒有 因為我每次都挑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 其實我也不是懶 我只是想說 你喜歡我就送你什麼 東西所好 對 東西所好 沒錯 你的想法是沒有錯的 但是對我們女生來講 我們剛開始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說 我還滿喜歡Hello Kitty的 但是你不能以這個為主軸 這一輩子都一直在送我 Hello Kitty的東西 因為女人的口味是會改變的 譬如說我今天喜歡吃青菜豆腐 我明天喜歡吃紅燒肉呢 對不對 對 你說得非常好 對 所以呢 非常對 真的很好 這個對女孩子來講 就是說 我的口味 我的生活習慣已經改變了 我的喜好已經改變了 為什麼你都沒有察覺到 太對了 所以你知道後來啊 聖誕節的時候 太對了 還好改 對對對 小哈 這個還不錯 漂亮 還不錯 還不錯 千斌的態度真的很 對 千斌又轉回到自己 相當好 所以你後來 聰明 所以後來聖誕節 你太了邏輯了 對 這個開心 對 因為上一次我就是跟他硬碰硬 然後我就被他打 你知道嗎 打慘了 然後後來 因為你這樣講也沒錯 所以後來聖誕節 我想說 送他到底要送他什麼呢 這樣子又沒誠意 然後又要實用 所以我就乾脆送他一個紅包 我就給他一個紅包 想記 讓他乖乖的 你可以送他好多Kitty瓷磚 是不是很棒 但是那個紅包袋還是Hello Kitty 這個紅包呢 就是完全沒有花心思 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很實用的 送錢也不行 你們認為是 很實用的是紅包 對 對不對 可是對我們來講說 你就是懶得花精神 去找這些東西 就給錢給我 這個真的是 連我女兒都講跟羅美美一樣的 真的 真的假的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送 我送你紅包好不好 她說 那就 她說 禮物跟紅包怎麼是同一個邏輯 就是啊 可是你們講很有道理 禮物就是要用心 對 紅包是適合送給長輩 結果那一次我女朋友真的就罵我了 她說你怎麼都這麼不用心呢 真的很過分 然後就把他收錢 收到口袋裡面去了 所以還不是一樣 像我的 收下來是給你台階下好不好 真的 是 像我的男朋友 他要是包紅包給我的話 起碼他也會去買一樣別的東西 然後會在裡面讓我 就說 欸 怎麼會找到有現金 這個是surprise的 對 這就不一樣了 就現金送就回收 這也會說目察委員的招數吧 比如說 柯傑講得對 比如說你送他一個包 對 長袈 對 然後呢 裡面還塞了錢 對啊 三角 我送一個月潼 下月潤 這裡有現金 什麼是錢 不然 不然 至少是把現金 放在保溫杯裡面 可以 其實在不住 其實我大概可以了解 保溫杯現在幾點 只要28點就買得到了 我告訴你們男人 有一招很管用的 有一次我生日的時候 有很多男生在那邊 然後呢 大家都是對我印象很好 但是不見得有愛意那種 那有一個人 他為了讓我永遠記住他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到現在 我們所有的在場人 都沒有忘記 這個人送我的生日禮物 是什麼東西 當天他比較晚到 我說 我是主角 我是明星 你還讓我等你 他說 因為我如果找到的話 你就不會記得我 而且呢 他是一個禿子 他跟我講說 為了剛剛要見明星 我還特別去 設定我的頭髮 所以大家都已經笑了 你知道 然後他坐下來 好幽默 對 然後呢 那坐下來以後就說 今天我知道 是你的生日 但是呢 我跟你沒有那麼熟 我也不曉得買什麼東西給你 但是我一定要代表我的心意 他就拿一出 他就拿 他就跟我問我說 請問你的生日是幾月幾號 我說 好好笑 今天不是八月十二號嗎 對不對 就是八月十二啊 你今天還要問我 他就拿一張空白的紙票出來 八月十二號是不是 好 他就填了一個十二萬 然後這是你的生日禮物 每一月你都可以有一萬塊錢的這個 額外的 蘿姐你都沒有窮的朋友 沒有沒有不是我跟你講 蘿姐這個蘿姐 十二張啊 可以教我們 一張票子開了十二萬 他說每個月可以有一萬塊 然後呢 我就說 哎呀 早知道 我就講二十九號或三十號了嘛 對 他說 就是二十九萬 三十萬 他說也不一定喔 你講二十九話 二十九我可能開兩萬九 你懂我意思嗎 沒有 所以呢 就是我覺得這個人 就是讓我一下子永遠 記住他 而且我完全不會忘掉 那但是他給的數目是 也不會說可怕 聽起來十二萬好像很可怕 可是一個月一萬的話 哎 就覺得還好 那我說講三十萬的話 你講三十話的話 我可能給三萬 講二十九萬的話 我可能給兩萬九 我就覺得 喔還好 我沒有不是一個貪心的人 你懂我意思嗎 我知道 我其實我懂你的邏輯 就是蘿姐說 如果說 他如果說收紅包 他會覺得很 沒有這個誠意 那如果說 他的男朋友包六萬六給他 他會很沒有誠意 如果說包六百六十萬 也OK 也不見得 從你剛剛講話的那個邏輯 我大概可以了解 我說同樣是包紅包的方法有很多 你是豬腦嗎 你不要過這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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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這麼了解 你不要過這條線 我聽懂了 他剛剛講的是 一樣是給紅包 對 可是人家這種給法 方法不一樣 他真的是很舒服 對不對 如果那個兔子走進來又跟我講說 我去設斗頭 所以才知道 然後進來 然後丟一個紅包給你 這完全一 完全不一樣 感受可以 一過中間可不可以弄電網 如果羅姐站的話 對啊 我覺得那個 這個紅包 坦白講 如果真的給我們一包十二萬 我還真是不敢收 真的 可是他這個說法又覺得收老家也還好 對 一個月一萬還好 對啊 好 國興出列 好